欢迎回来 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是 第26届中国围棋新人王赛的八强赛 刚才那盘棋是周鸿瑜直白 应该是领先了 迎面比较大吧 跟唐家文的棋 对 这盘给大家挑选的是 夺冠呼声很高的上海籍棋手 王兴浩六段 对阵杨志文除断 这盘棋是王兴浩直黑先行 刚才曹老师还在说这个王兴浩 就因为今年是最后一次 最后一年 就是觉得他的棋 确实比起别的棋手来说 实力要强一些 看看他今天的表现如何吧 其实他这个对手杨志文 实力一点也不弱 大家看棋就知道了 对 这盘棋是王兴浩直黑先行的 说个单关脚 然后白棋就很简单的 点了个三三 黑棋小飞 白棋顶 掌住 白 给起小飞挂 小尖 曹老师小小事 这个现在都是很流行 是的 现在大家都下得很简单 这个布局 反正这个挂我就小尖一个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在想 这个也是那个人工智能所推荐的 对 是的 但是在这之前的话 那那是有年头了 几百年之前 然后被称之为锈车柳 当时就是这么下 当时尤其是黑棋不听目的时候 不我就想着您说的是 那个一三五布局那个什么 就是他下那个托小木 然后又下西小木 不管一三五 这个局部的话就是小尖 因为黑棋 当时是换方向的 就是要所谓不听目的这一方来说 黑的 他总是小尖 对 小尖就已经类于不败之地了 那么现在人工智能推荐的话 这个小尖 黑白双方应该多能度可以下 对 是的 也是这个 我还很喜欢下小尖 说真的 小尖比较简单 我觉得小尖 比较少 比如说你下小飞 这个人工智能 有的时候也是推荐这下法 但是以后就有各种的就是这种碰的下法 还有这种碰的下法 还有拖了断的下法 对对对 这个后续变化比较多 这个就相对比较简单 因为现在如果下那种什么加鸡 其实我那个变化就完全搞不清 对 下个小尖反正接下去就比较容易了这件事 并且也是也是人工智能所推荐的下法 对 没什么不对的 比较心安理得 不降胜率 没什么不对的 下的 这个这个对不对 这个在在人类洗手眼里肯定是没毛病了 是 但是人工智能不不不一定我觉得 有这么下的好像 连片 现在人工智能的话都不怎么推荐连片 连片是吧 白旗在这里回一首 高柴在这 这首棋我觉得应该也有很多棋 飞一个是吧 飞一个也挺大的 是 那可能白旗在上面这一带 很新奇吧 接下来 是 这个实战王信号是选择的 嗯 那么白的就压起来了 这个也是个好点 因为这个间隔白的还是比较满意的 能走起来的话 搬 长 继续往前压 嗯 这时候什么时候搬啊 可能 有些企业觉得会比较困苦 就是什么时候搬这个 就是 比如说这个时候实战黑的是搬了 为什么不退 为什么这个时候是长不搬 嗯 但这个搬呢 这时候搬呢 是 有点帮对手下棋的嫌疑 就是白的 呃 趁机 然后再长 长来着就把这个断点给附上了 有这个长这个断点就就不成立了 嗯 就是黑的走这个的意思就强调这里有个断 嗯 那么你连搬呢 这个反而不太好 切实进了你的后径就不足了 嗯 没错 嗯 这黑棋这个下棋呢是帮白棋在这边 对 承控了 可能会帮对手走棋 是 所以他就走这个 不过呢也不能一一位的后退 嗯 这个如果再退 人家白的也是得撑进尺的 还是要往前压 嗯 这就是你 嗯 然后他 这个白的四也是很壮的 所以这个这个头黑的是要搬过去了 所以不要以为退一步还扩天空 退一步人家还还要压 对对对 还欺负你 人家是要得撑进尺的 是 对 白棋回复一个这个断点始终是存在的 所以啊 在要展开战斗之前 先得把自己补厚 啊 刚才这个周鸿鱼的棋 我就觉得下的挺厚的确实 长 对这个地方白的先断一个 然后再补回去 是我觉得排级便宜了 就是什么好的 这下方 因为你如果单补回去的话 黑的可以接上 对 这里这里比较干净 嗯 他有一个断了之后 这一带就有有头绪了 嗯 他现在现在藏了一个 然后白棋下的这个 嗯 就配在上面 现在黑棋呢 就是很明白 它是要扩张模样 但是我觉得这个白棋肯定是要近的 很难掌握 这个地方 是 对双方都是难点 进路是必须的 就是 这怎么近 近在哪里比较好 这个白棋肯定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大路点 是的 嗯 这个也是 碰一个 对 也是最常见的下方 人工智能有推荐这个 哦 是吗 在这儿 嗯 这个确实是不错的一部棋 嗯 他不走的话 嗯 有 准备把这个贴出来 有这个 对 因为这地方你尝完以后啊 这里面 这里边有下来的棋 哦 或者甚至于 对 我想到这儿 这个到这儿看起来 好像黑棋有点抵挡不住 这个黑棋反正是头大 嗯 就看起来有点抵挡不住 所以这个吊 嗯 非常有有味道的一部棋 主要是黑棋这个 这围这这个 这围在这儿实在心情不太好 而且底下还有个二路跳进来 对 你还没挡住 对 不是 你因为走 走这种啊 围的话 一个是被它压 对 又有搬进来 是的 你不舒服 还有这里有顶还要跑出来 那太难了 还有利用 你走这个也不嫌话 所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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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 确实是很不错的一部棋 下得有点让它难受了 嗯 确实 这个 没没下出来 不过也很难下出来 确实 确实要下出来的话 估计这个布局早就已经很熟 对 肯定是背过的 如果下这部棋的话 啊 如果是临场响的 我不相信它会下这个 那也不一定 正好临光 临场响到这 闪现就下出来 好的 这其实白的 白的这处理的手法比较重一些 嗯 嗯 那些是走这个 对飞一个 原始这时候去最厉害 是不是 哦 这个够狠的 嗯 这就下狠手了呗 比较狠 嗯 这个好像 白旗这块 能不能活 我 我得打个问号 你出来 我就 我就 就尝一个 那白旗肯定得往外钻了 这个不钻肯定不行 比如说这个 我不知道走哪儿 这个 这样行吗 这样你结材就赢啊 哦 您就直接给我打结了啊 哦 我 我不 我 我这个 这个我有很多本身结 主要看着特别愉快的 你提 小 你就靠这个结给我打 你现在找不着结材 一个都找不着 我 我就看结材 这个这个能 这个能找到一个 别的都不是结 这个暴损 这两个暴损 没有 没有别的结材 这个 这个确实挺苦的 确实挺苦的 那我能不能 这个是实在有点下不出手 靠一个 嗯 靠一个会不会好一点 跳出去 也是这样 哦 这样好 但你靠一个 把这个纸也卖得 差不多了 嗯 这个挺厉害的 是能够出头 还不至于白的 就被黑旗歼灭 但是 黑白旗比较苦 这个是 让白旗也松一口气 看起来有的时候下手 就是得狠一点 下手要狠 对 不能给对方留余地 这个旗就是 黑旗虎了 白旗飞 然后黑旗虎了一个 这个就是 这个 这个是 黑旗策略上 是安部就班的 这个没有敢 那个 大道扑夫的进攻 对 是的 然后是这个 这个白旗能够处理的 处理完了黑的 可能 控上会有些 有些负担 有点压力是吗 觉得 这个地方 黑旗补一个 或者补一个 就能把这次吃住了 时候又回来了 嗯 把这小飞 把这两个 长 顶在这儿 嗯 它是怕人家 要靠断它吗 你看这儿 嗯 可能吧 另外不是 它这也是 破眼吧 另外走那个之后 就要冲断了 它这个有冲断 这有冲断 这个有顶 它有各种的后续的 形状的要点 算是 算是吧 不过好像黑旗外围 自身也是有点薄的 嗯 而且靠了一个 先把这个断点给它护住 嗯 靠带 然后再搬一个 再把那个断点给护住 搬哪个 搬这个 它不是 要不然这儿也有冲断 嗯 反正在横冲 树冲 都现在保证人家 冲不断它了 嗯 然后再想着往外 凸出去 啊 顶 嗯 嗯 那这个地方黑旗 应该是走回去了 它是拐冲了一下 拐冲一下 孩子回去了 躺在这儿 哦 这个总得补习 要不然被搬出去了 毫无疑问 那白旗得从那边出头吧 白旗是靠 嗯 它单靠在这儿 靠起来 能够出头 是挺苦的 有点 不然人反正能逃出去 那就 好像已经很不错了 对 逃 算是应该能逃 只能逃出去 就不错了 那觉得好像跑 跑是能够跑 不是件很困难的事 嗯 嗯 这个也是挺简单的 能跑掉就行了 对 是 跳 跳 翻这个 嗯 嗯 它先顶一下 自己都连上 然后再打吃 挡住 一起把这个断了 切下来 这个字切下来 现在白旗还蛮顺当的 也出头了 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 黑的没更厉害的下方 当时是这个场合的时候 黑旗这头好像也是 不能拉白的给搬过来 是吧 这现在就是这样 黑的比如说藏在这里 藏这个 那就白旗就搬过来 这个是后手 对 他就横竖都断不开 这挺讨厌 加一个的话 他站在这儿 虽然能先手提三个 也蛮舒服的 那我就先 再唬一个 对 我把三个提了也蛮舒服 不过外边弃劲 就不愿意给白旗搬这个 那么走这个 这个时候 他这个也 也不肯交换 是吧 交换的话 我打吃 可能有这样的去 这边有点什么 这我要想搬出去 搬在这儿 那就算了 那白旗肯定就算了 算了 然后再怎么走一走 这边有一点点省 这地方有一个头硬 但是这 白的如果能够实在走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白的好像 一定程度上是成功了 很成功 这个被贴上 贴上 但是他很有面子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不能打下去 不能打下去 但是白的也是出头了 是出头了 黑旗转而捞空了 是吧 这个样 是的 然后白旗贴在这儿 其实这个时候好像看胜率也差不多 黑旗 不 这个杨志文初段也下的挺好的 把现在维持 他其实还可以 完全 完全不入下风 对 对 基本上他 你不太容易找到他的破绽 就是 对 这个地方 黑旗拆了个2 然后转回头 就这一代的清销 就是 往这一代走完了之后 这个打入呢 白旗都跑掉了 其实这个一直也是挺大的 是的 是的 有木 这一代的木 然后拱着黑旗的中央 挺想走一个的 这里 打吃一个走掉 挺大的 双方都没在这下棋 白旗逼住 然后黑旗飞进去 白旗飞一下 这白的应该是选手 还继续长 长的 长的不是为这个的 这个地方是这样 这其实我觉得白旗也下的挺有意思 飞这个 对 他是往这儿飞的 他觉得这个大 这个贴 难道还怕黑旗在这一代走 就是坐眼的同时来破你这儿的空 那么 这里如果 盾得成起来 当然白的也是挺大 您贴这个的话 如果说黑旗往这儿跳 您是打算跳这个吗 先把这个都给它连上 这个关系也不大 这个你 可以啊 可以啊 他不过即使这个不跳 现在 现在如果走的话也不太好吃 他如果打完了再挖沾的话 你是不是就站在这儿 他打了 反正好像也吃了没几木齐了 这样 他实战是选择的这边 他觉得可能他的判断 觉得这边更大一点 空就可以了吗 对 可以去补吗 现在这地方要补了 贴回去大了 他就打吃 他实战是打吃的 啊 接上 嗯 那这是 这是个判断问题 这样就 就白旗又为一个 没错 白旗觉得这样空够了 但是这个实际上 没觉得够 看胜率啊 他没觉得他够 可能他的判断 是觉得他还可以 55目 嗯 白旗整个这块是55目 很心痛的一点 就是白旗把这个 好不容易都围上了 他实战是这么围了一个 都围上了 但是这种地方就被 被人家先手剪掉了 这肯定被他先手剪掉了 是啊 这肯定 就好疼啊 先手剪啊 我觉得 他就先贴了一下 先贴 本来是如果你不围 这块空的话 他这个肩 多半不是先手 我觉得 黑的白了几个 是想脱线吗 不知道啊 不理常 他硬了 硬了就没必要几个 几个便宜吗 有什么几的 有什么好好几的呢 我也不觉得 他有什么便宜 是没什么便宜 就不用几 不用现在几 然后黑系点了 三三 这是最后的大场了 这局面也没有别的地方 很大了 对就收关了 快 快这个就变最大的器了 过的关子 那些 下的很平稳 就是一个判断的问题 对 这个关键是判断 拐 扑一个 把这几少 这个变化 好像很久没看见 是吧 觉得现在都下不成这样了 下不成 尤其这个位置 小飞的位置 这个效率黑的挺高的 一手走成这样 还是挺高的 我觉得下面这一袋 白的下发 有一点小问题 是吧 这么消极的围恐 当然如果这样能赢的话 白的就是赢了 对 刚才不知道白系这个中间这个贴 是不是下在这部大厂还是很大 不是被他贴一个他拆了个二 不是贴也是挺大的 也蛮大的 都是线索 中央飞过来黑的是线索 但是白系这个中央这一串 这这么身为好像觉得有点生硬 身为对 生硬生硬了一点 是 当时 当时就贴这个的时候 这胜率是很接近的 但是白旗去围了这块空之后 胜率就对 变成倾向于黑旗这一边了 对 他就围这边 就黑旗就70多了 所以觉得围这边可能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七十多也还行 也还比较接近 其实也没有差很多 是在白旗绑住了 嗯 挡这个 这个瞄的这里面还有段 对 黑旗下的很有意思 哇 这其实下在这儿的 哦 我好意外 意外 确实意外 没有 没有想过是下在这儿的 要是我 我的想法是把这个脸上 这个脸上 对 我这想在脸上 这好像一断的话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太懂这字 这断了 他想干嘛呢 这样就能通吗 通了也不少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 他打算干什么 不跳 再跳这个 跳这个 他觉得这一代都是先手是吧 有点先手的意思 但是 但是也没有啊 也没有说就是先手 不知道白旗能不能这样断了他 对 这挑断他是什么意思 这个风险挺大 看不清 就是真的看不清 看一 就是眼见的变化 就是黑旗贴 然后白旗搬断他 黑旗断 那我就贴呗 那是看不得 我这两个子怎么跑啊 我应该没看明白这件事 我这还要再藏出来呢 这个好像白旗也不怎么样 不见得怎么样 也不一定 对 所以黑的 黑的肯定是想好的呗 就想好跳出来跟这个有关联呗 但是他的白旗是走这个是吧 白旗走这个 这个其实让你回去你也挺难受 对 那就 那总得接 接回去 不接回去怎么行 这棋看来是 非一个 从棋形上来说 这个总是有点问题 这看起来就是 两个人要比拼这一代的功力了 他走这个 长 黑旗 这棋好像 怎么我怎么看着 黑旗在拼搏 白的是当银旗在下 所以这个判断就是 这棋现在黑的 这里是不是有个鬼家 是的 连让了 那这个黑旗还可以 是吧 然后黑旗靠一个 黑旗在拼搏 是有这感觉 不过这棋 就是刚才觉得 这个黑旗胜率高的时候 其实也很接近 也就一两目 差两目 差两目 对 黑旗显示 百分之七十多的时候 就差两目棋 也就是盘面十目 左右 大概也就是这样 那这棋你说就能赢下来 这一带还有这么大的不确定性 这一带是有点不确定性 双方这个木树上 就是这种地方 就这地方给白旗点几目 这有难度的 这完全不知道应该数多少 但是这个的话 完全进入了双方都看不清的地带 这个就搞不清楚 不 这个是碰从旗形上来说是亏的 肯定是亏的 它不知道为了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对吧 跟这个班交换 你看这一带白的全厚了 这又是亏的 实战是白的是黑的是这么下的 这黑旗在当初旗在下我觉得 他觉得自己不好 就在这里就一起定型了 还能在这里碰 可能被白旗的这个招法 可能被禁到了 就觉得白旗觉得 他这么微微就赢了 然后发现好像不一定赢 前面可能觉得白旗这个打入 还挺成功 还行吧 对白的打入还行 出来了 这个碰 靠下去了 靠下去 白旗扒一连 把它吃掉 它就行吗 我怎么看着黑的也没什么用 看着它下什么 怎么突然间这个旗扑 我 我觉得啊 这个下班 旗扑卡住了 连班 它咋吃 它尝 这些白旗吃掉 黑的好像也没什么特别 厉害的 后续手段 看到了 看到了 他就是这么下的 就是曹老师说的那个图 他就下出来了 搬这个 然后黑旗搬 黑旗看不见有什么后续手段 王兴浩问说啥呀 这个 他吃着让 对 对就是这么下的 没后续手段 黑的 一路亏损 只要是这两个亏损 这个 这个被顶到这 以后再一顶怎么办呢 这一代好像亏得厉害 嗯 这个在这样拼不 这拼得有点狠了吧 我怎么觉得 这黑旗这个招 他真的是当 舒淇在虾的 招老师 对啊 他是想想干什么 他想要吃白旗这块虾 这能行吗 不行吧 这怎么吃 他要吃这个呢 他要这样吃 吃人家 这里面是怎么回事 我没看清楚 这各种的 加这个 现在轮到白旗下 对白旗下 白的这地方 这地方要防吗 要防吗 对 他要防一个 他顶了一个 我是顶的 这顶的 这黑旗能行吗 我觉得黑旗好像不太行 绝部 不是 他还硬了 对啊 我们先看他 他是 硬是他是先手 这一条 我怎么觉得 还有一顶 然后这个大冲下去 黑旗就不行了 绝部是不行了 不这好像有个断是吧 对 是的 他就先断了一下 他先断了一下 那 那白旗也不用担心了 这都彻底活了 不是 那他白旗还可以往这里先冲 黑的还是有问题 绝部 他这那下打不着是吧 对 你既然打我的力把你这吃了 你度过我撑这个 然后这一点 如果这个黑旗还不成立的话 黑旗就可能就亏了 这个怎么样 这个就有个加 是 我刚才就看这个加的问题 是这样 接上 又是打结了吗 然后断打 有这个机 有这个搬过呢 接上 哦 他直接又尖出来了 对啊 这都不存在打结的问题 啊 这尖出来里面杀气是什么呀 那肯定得跟他杀气了 那也不用弹了 哎 不行啊 他这一粘不就死了吗 嗯 那这黑旗在干嘛呢 黑旗那只能跟上面杀 这样 这能行吗 黑旗先把这跳回来 先跳回来 然后再 跳回来 嗯 跳回来 哦 他是这个粘先手 那那我先粘一个 那我先粘一个 他可以先 他单团打的这个 单团打 嗯 那白旗是走这个呢 白旗粘的 白旗粘的 他不能 因为因为走这个 这个阶是先手 这个阶先手 阶先手 那转换呢 白旗亏多了 不能这么下 对 嗯 所以白旗它是粘这个的 这里有一个 这个有一次 白旗粘这个 黑旗提掉 黑旗提了 这里面气是怎么回事 就是这个 打结怎么样的 打结肯定有一路斑 就是打结了 实战就是这样下的 斑 打吃 打吃一下 嗯 然后打这个 嗯 提掉 这个打回去的又怎么样呢 绝不白的打回去 黑旗 接上 这是什么情况 这里面是个 这里面是个 进结 室外去就是结了 就 反正我收一个吧 别收在这里吧 先收 别收在这 先收这里 先收这个 收这里 收 它不结 它不结了是吧 那好吧 走这个好 这个是结 好 嗯 我们看看实战是打结了 吃 它先提掉 嗯 白旗冲这个 这是一个结材 黑旗提 黑旗打 挡住 然后提掉 白旗 那是不是得结 黑的 早晚要结 这结就不结 它结了 黑旗接上 白旗是走 走这个 嗯 黑旗 这是提到一下 再给你提到 还是结 你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接上 那就铺一个呗 对 他走 这个 管在外面收气 然后黑旗收气 白旗打吃 接上 他就给他吃了 他就这样啊 这样就够了 然后把这个 你铺也 也不行 是吧 他没接 铺他提 你叫吃 他 没两环节 铺 铺好一点 是吧 它是这样 如果说铺提掉 打这个 那么黑旗就从后面打吃 后面这样 接着手 是这样吧 这样收好一点 然后他 是两环节 这就是两环节 没有 我叫吃 他可以叫吃这个 那就缓一期节 缓一期节 黑旗还 缓一期节 我不理也是缓一期节 我就直接就打这个 直接打这个 不过直接打这个 是紧细节 那他只能从后面收 但他走这个 是 他就直接吃了 直接顶打 他是觉得这样就够了吗 是这样 顶打是不是黑的也没把白旗吃 顶打好 也是缓缓一期节 也是缓一期节 对 一样一样一样 是个节 总归是个节 那飞机 一般来说 他是不肯往这儿塞进去 他就塞了 他不塞是 好吧 一般不肯 现在不是一般的 就没办法 我只能承认 我是错的 他塞进去 白旗提节 黑的 断了一个 断一个 白旗吃了 吃掉 这些体节 然后呢 是缓一期节 是吧 对 那不白旗就冲出上面不就行了吗 冲哪个 冲这个呀 冲这个我看接上 我接上了 就是先手 他也不是先手 就吃那四个是不是不够啊 不一定够啊 他现在是走这个 笋结有一枚 嗯 笋结一枚 这个当然是结 还有一枚结材 黑旗提过去 这么笋的 啊 这么笋的 要 要 要他的命啊 这个旗 这笋都好像有点大了 也精彩了 他提了一个 是吧 笋完了 然后黑旗就接打 这还 这也还好 嗯 我断过去以后 你那收起收回去 四亩 然后三亩 就差一亩 啊 如果这个才大呢 又捞一票 对 白旗现在是真正的紧接了啊 嗯 这什么情况 然后黑旗断一个是结材 嗯 我们看能下成什么呀 白黑旗这边也是有两个结材的应该 看他是怎么下的 他现在黑旗提材是吧 白旗断 白旗断一个 黑旗接 接上 白旗提 嗯 黑旗要找中央在结材了吧 这个也是最后一个致命的结材 拖了一下 啊 提掉 这个是结材 嗯 对挺好的 多找一位结材 对 提过去 然后提 白旗这结材在哪里呢 点 点这个 确实是点这个吗 我怎么觉得就像个勺啊 我记得这里啊 哦 那倒不至于 嗯 也不 绝不是把你吃了 嗯 现在 但是我这几个只可以不要 我断以后就这样找结材就行 你你结材不够 叶所以还是能够点着 现在这个提过去了 你吃我这个 相当于你找这种结的意思差不多 我不理你 嗯 你就完了 所以这个还是点着的 不是白旗这个找结材的方式 我实在有点不能赞同 我觉得他好像 那他找哪 很损的 你要他找哪 白旗是吧 我找这个赢不赢 不赢吧 你就不知道 我是觉得刚才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先吃了呀 如果吃了的话够不够啊 可能也是够了 我觉得白旗应该够了那样的话 对 是的 把这个吃了不脚不很大吗 一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我觉得白旗肯定吓得有问题 白旗是 这其他他不一定的打赢 这太奇怪了吓得 这他总共吃了十八 这儿 再加这儿 对 我觉得应该把那个吃了 因为当时我看胜率显示已经九十几了白旗 九十好几了 九十几 但是其实差的也不是很多 也就差几目 他这一冲就已经回去了很多 回去好多了 还是亏目 就是说不能乱亏目 这个时候 这找节的方式我不能赞同 我觉得 不过这个时候估计也进入独秒了 对 要判断清楚 那现在白旗提过来 黑旗 白旗提了一个 黑的找这个节吗 找这边的节 这个节白旗打不赢 还是 这个顶的话 那这个节 黑旗就变成独幼节了 还有一个大节在那 所以 黑旗 白旗提过来 完全不对了 黑旗 有这旗 这又不对了 他挤这个 冲南倒不是单粘在这里的吗 那这个节就没那么严重了 嗯 而且这个单粘 他这个也马上就成立 他难道怕人家先手接啊 他怕人家先手接 先手接掉 对 其实也没什么 那这样的话 人家就可以选了 他可以挖了 先 先那个 挖了之后 他先提节的时候 他提的时候 粘上 然后再提节 嗯 我觉得这个 好像这个后半盘下的很有问题 感觉白旗 白旗找一个这种节 哇 这个 找着吧 找着就找着了 我对于这个找节 我找得好心痛 我感觉白旗损了一堆 好像 这找节一般来说 是以不损为前提的 然后黑旗冲了一下 嗯 冲这个 他把他把这一气团紧了 所以他只能接上了 他本来呢 本来也不行 看错了 看错了 嗯 然后黑旗提了一个 白旗没接走了 嗯 白旗玩这个 再打一个不好意思了 嗯 呦 他还要 挡住 人家全给你撑住 那你如果这样的话 撑住了 如果这个还要的话 自嫌白的撑这个 那早年就可以走了 早先撑这个 或者早去找这个节才就好了 损太多了 这个木还挺大的 这个持了 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二十二二十目都超了 都不值 但是 但是刚才找的时候 白旗怕他不理 现在没办法 早的时候 嗯 他还是要理他的 现在白旗提节是吧 黑旗我们当时没看清 就是现在刚刚提过来 就白旗不是弯了一个找节 他提过来 然后提掉吗 然后黑旗提了一下 嗯 黑旗提过来 嗯 白的结材不好找 现在很麻烦 还有一个找不出手的 白的 黑的这里还有一个 嗯 不过黑旗这个也是个损结 这个也损得 损得很得起 是 我就在看现在这个时候 那白旗要找什么劫柴呢 好像都没看到有什么劫柴可以找 对 不行就冲了这个了 嗯 上面冲掉它 它就是冲掉它 它就是冲的 是冲了 嗯 但是这个时候冲好像 那么早年冲掉它不就完了吗 那对 那外面损了一堆 简直是 损了一堆 这个地方就白损了 这明显白亏的 这个也亏了 这地方还有个结 对啊 这里有个结还怎么看呀 人家把它提了 把它提了 那这会儿估计 王兴浩看清楚 倒下去 搬一个 倒下去 嗯 打 现在其实这个提也特别大 嗯 不过黑旗这个折好之后 它冲了一下 折好了之后 然后再护 就是这地方有结材的 一个结 两个结 三个结 四个结 因为还有是有可能打结的 这地方有个旺 是的 看看他们实战 白旗提掉 提这个是吧 嗯 提这个 对 黑旗为了 嗯 这个威胁它这个的话 也可以考虑补一个 对 哦 它直接来了 是的 人家直接来了 一举就毙命了 嗯 要求直接把你干掉 这儿 然后打吃 黑旗断 那 那这个 这个家 这走它要不要 不要了 不知道 是不是结材呢 然后这个结 提 白旗沾上 那就不收官子了 一提过来 就这 决一胜负了 那白旗是应该是走这个吧 啊 嗯 我看错什么了 我想想 哦 它是铺了一个 铺了一个就够了 铺也不能给它提 它什么都撑住要求它 第二个铺的时候它不理了 提了一个 然后可以提断打 它反正这儿结才多 再提结 我有没有看错什么 看 看错什么 它强烈的胜负手 这白旗 没有结财了 有什么 问题吗 1 10 11 12 14 16 21 21 没旗吧 这里 有旗吗 我不觉得它有棋 我觉得没棋 没棋不结完了吗 这已经 不过它这次已经很困难了 白旗 它如果说挡的话 结才也不够 如果白旗挡这个 假如说这个 那把黑旗就夹住 这个还有 这个可能后面不是结有 对啊 然后黑旗就爬一个找结就行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两个 至少是两个 这个肯定是 这个断打也肯定是 这个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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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的应该是 这还有铺一个 这结才肯定不够 毫无疑问答不应 对 那这个跳点 那跟头了也没什么区别了 那这是 是黑的 已经是 是不行了 白旗不行了 扫尖 靠着 没了 这好像最后一手了 没有了 确实这里面没棋 毫无疑问 这白旗往型号命大 没跑掉 这个一度 一度我觉得它已经是 不行了 就打这个结的时候 当时是白旗形势 最好的时候 可能 可能之前白旗 还有 还有更好一点 下方也有 打结应该也 也不错了 对 就当时黑旗往这 靠了连番 显然不是好奇 白旗应该什么时候不下 就把这个吃掉就行了 对 对 我觉得吃了挺大的 白旗还有一个下方 就是冲这个 提这个 把这个结枣了 哦 那这样的话 上面结构好多 当时白旗 这成为打结的时候 白旗实际上 是这样的 对 现在我们先交代一下 这旗是 就是 不是这样 这有个纸可以纸 是吧 白旗 不不 我们先交代一下 这个实战 这样就没有了 这是本就最后一首期 对对 是的 实战就下到这儿 现在就是 黑旗中盘获胜 嗯 没错 然后 然后呢 我给大家推荐的是 单冲 我等一下 讲解结束之后 回去查一下 决议有没有推荐这个 就冲了提掉 冲了提掉 那肯定得接上 不见得 接上你 你永远打不赢结了 你说不定是这个 别意外 这样啊 你觉得很意外吗 我挺意外的 那这个本身结议很多 这个我不理了 你再走的话 你就不理了 再不理了 那白的可能这样好一点好 那我觉得白旗肯定应该 你这样的话 你看我扑 那我觉得他 我知道这里面 接上一次 然后我还有 可能还有跳 你这个 这个绝部结材 你打不赢啊 啊 对吧 他冲了提掉 然后 然后你早先后来白的 都找这样的 黑的都要 嗯 那么 当时白的 还不愿意找这个结 怕他不要 对 守了很多之后 白的又回头找这个 嗯 这白旗应该说有点可惜 这盘旗 嗯 这旗 王兴浩胜负的地方 也是抢 对 打击 那时候当时这地方 就打环戚前 他就把这个 拼抢了 哦 还有个下法 就白旗就就就就就简单了 就当时就也不打击 就吃了 搬掉 嗯 白的可能空也够了 我觉得这个图是 我很想下的 可能 我肯定冲了就搬掉 因为搬掉之后 这个旗也变得巨大 旗完了这还有挡了 这收数 对 那没事 他跑去点了一下 然后这个捷 突然就变得厉害了 嗯 他不是点一下 但当时被黑旗 你收了一个 他头巾有点晕了 然后人家冲的时候 如果说他站在这儿 我觉得这期还不一定 好一点 至少不会被人家 一下子打死吧 对对对 这个好像后面 明显杨志文 绷得不够紧 感觉 啊 杨志文是绷得不够紧 绷得也也很紧了 他一直在 在找着 很紧的捷在打呢 那或者说他判断不够清楚 那就反正 这后面这么好的 其实没拿下来 我觉得还是有点 对对 他在找捷 这这这老早损捷 我实在不能赞同 这个 哎呀 总而言之还是需要修炼 需要修炼 所以打劫看样子 这个打劫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 绝对是 我们有一句俗语叫凑齐 怕打劫 这个我们经常职业棋手 调侃业棋手的 如果我觉得 即便杨志文身为职业初段 并且他也是 也在初段里面算是比较强 他算比较强 比较优秀棋手 这番棋 他这个面对打劫这个状况 他处理的也不太好 没错 就后面到了这个棋绷紧的时候 因为一打劫的话 就是转换判断计算 这非常难 非常困难 各种的这个题目都来考考你 是 你几其困难 可能你就难了 这盘棋 杨志文可惜 他是被 完全是被打劫被烤倒了 是的 那这盘棋 前面这一代打入 还算是比较普通 前面这双方 还算比较正常 但是其实白棋这一代 唯控他不是什么好奇 缓了一些 我觉得有点缓 就这样像这样下能赢的话 可能应该还有别的更好的下 对对对 其实当时我 我是觉得他这个贴 可能就是 也有可能 他在这抢大厂还是很大的 那个压好像没有想象这么大 就对于年轻棋手而言 好像这个就是有一些 关键的时候 还有就是 找劫财 这些确实 找劫财 却太有学问了 这件事情 学问太深了 这个不管怎么说 从本局这个后半排 打劫之后 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确实 那个王兴浩经验 是要比杨正文丰富得多了 对 是的 他这个是黑的最后是抓住了 甚甚甚甚计 这个可以说是黑棋的甚甚招 大致 对 就是这种地方就是强 确实 王兴浩为什么强夺冠户身高 这是有道理的 就是关键的时候 他得顶得住 不过 判断庆判 其实就反过来看 确实也是 我们国家年轻棋手 现在的水平也是挺高的 是的 这个棋 白的 也是 几乎也就是 赢到手的起了 对啊 就这个地方 就黑棋的判断 其实当时 就黑棋 那个很拼的下法 其实当时 黑棋还可以 但是 其实很接近 就是很接近 他的优势并不明显 所以他下的有点过了 然后 王兴浩 王兴浩 我觉得他当时 可能判断 他觉得自己不是太好 他觉得自己不是太好 其实黑棋还行 是 所以这个就 这个判断真的好 很难 打结 结财也是很难 这两件事情都很难 对 这刚才也是 就是唐家文那盘棋 就输了 靠了直接打减上去 结果人家一转换 他这棋就不行了 是的 当然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 那盘棋的结果 但基本上 这婚姻应该是 应该是赢了 应该赢了 是 我看看 确实是 内盘棋是周鸿瑜 直白中盘胜了 那后面应该是 没什么大的疲漏了 周鸿瑜这样的实力 应该不容易在 就是这么大的优势之下 犯错误 不太容易 周鸿瑜是不是拿过一次 新的王 我记得好像是 对 是拿过一次 他 他赢了 赢了 谁了 就想不想 反正 反正不容易 周鸿瑜的实力不容易 男女通忧 就是 男女 和下的比赛中 拿冠军 对你其实来说 真的是 非常难 非常难 而且这是慢棋 这不是快棋 对 好 那么我们看到 现在目前的 结果 就是杨志文 是输给了 王兴浩 这样一来 王兴浩 进入了四强 半决赛 周鸿瑜是赢了 唐家文 也进入了半决赛 另外的 我目前还没有看到结果 好 那 今天的讲解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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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